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昨天两期节目跟大家分享内容都是一个另外空间的问题 就是说人们到底相不相信除了我们人之外还有别的 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都可以理解的 轮回转世很多朋友接受对吧 你去归原寺去白龙观还是去雍和宫 你去拜佛拜道拜财神 你一定相信他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相信他的存在 这个白云观外头 他那个墙壁上有那个是石头刻的猴 我忘了是 应该不是汉白玉的 应该是大理石的 汉白玉估计就给摸没了 摸猴 那是有讲究的 那是有讲究的 西山有八大寺 这个八大处 八大处的二处是三处里面 有这个佛的舍利 释迦摩尼佛的舍利 是个手指应该 很小的时候我见过 我说很小的时候估计六七岁 我忘了那个书 那个书应该是老爹带着去的时候 有看到过 后来文革的书就看不着了 但是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要改革开放之后 七七年是七八年 大概就那个时候 去玩去这个八大处玩春天 然后他出现打千眼 现在好像还有 现在这我那天是看见打千眼的 哎 出现打千眼 我就脑子里就心里那么一动 就去打千眼 打了九个 打了九个应该是 那他是一个大铜钱 你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我忘了 没有一块钱硬币 是多少钱硬币 他硬币往里打 打了十个 打十个为一组 打九个 九个全打进去了 后来新婉 这回自个儿都发财了 这回都发财了 哎 有些是一种 很特别 很特别的故事 就是说 你只有自己知道 但是你解释不清楚 那如果我们 我常说 我是几十亿人 地球上没有俩一样的 其实为什么没有俩一样 大家看这边是没有俩一样 他是对着我们的魂魄 人们的灵魂 没有俩灵魂是一样 如果有两个是一样的话 其中有一个没有存在的价值 是不是这道理 他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有朋友说 说不太可 你有个房子 你用个水壶去做水 它存在的意义 对不对 你买十个水壶 你是倒水壶的 说我喜欢茶壶 我喜欢这个 这个这个紫砂壶 你用一个紫砂壶 是七茶的 你买一百个紫砂壶 你叫收藏 收藏家 概念就不同了 对吧 任何一个东西存在它的单一性 有着它绝对的存在的理由 当数量出现改变的时候 当同一类东西出现改变的时候 它本身也已经变了 随着它的改变 随着它性质的改变 数量改变 性质的改变 你会发觉东西本身 它的在地球上存在的意义都不一样 如果人的身体 我们表面都是不一样 而对应着我们的魂魄 同样也是不一样 所以这就我想说了 那难道在现实环境中 人的魂魄是从猴里刷出来的吗 对吧 人的魂魄不是从猴里出来的 对吧 那你中国的古书 所有祖宗留下来的书 它都有着另外的空间 另外灵体的概念 那天我说 林志颖 是林志颖 林志颖 大概是 照了一个说 是青蛇脸 苹果日报登的 你查林志颖蛇脸 你现在自个儿 你就可以看了 真像个蛇 半狐狸半蛇 我不知道 为什么它要那么做 那个文章里介绍 就是它半夜发出来 半夜发出来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现在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表面利益能解释的 表面利益能解释 在我们介绍的内容中 其实我也这么跟大家解释 我说首先咱们就讲了 这个川普 川普面接 对不起 习近平 习近平从去年九月份 很有趣 我们当 我们当时八月底说出了 我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什么东西的之后 九月份 开始打贸易战 那他大概十月初是九月底 他就见这个 安倍晋三 他念稿 我跟大家解释了 那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他见林郑月娥念稿 那个东西是有问题的 港澳 港澳什么呀 港澳 深 大桥 就是那大桥 开幕的时候 他多一个字都不说 我跟他解释 他念稿的时候 他知道有毛病 他在控制自己 可是到后来 他就没有了 到后来他没有了 但是到后来我们也看到 他基本上就是 剪了一条 明目张胆的路 剪了一条明目张胆的路 这是他在他的概念中 他表现非常清楚 而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应该有东西的影响他 而且他的行为是出丑的 他基本上他的行为是出丑的 在12月1号 在会谈中 我们没太意识到 就是好像说是他年拿出了一个小本在念 就是他们在阿根廷 比诺斯阿里斯见面的时候 上来他讲了半个小时 他是有个小本的 他有个小本 接下来就是刘鹤的500万吨大豆 再接下来就是任正非的 任正非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永生永世 我提醒大家 我说有东西在弄他们 这是我当时能够理解 有东西在弄他们 让他们故意这么说 可是他们自己呢 控制不了 而这种表现 最先表现的是表现在习近平身上 就是表现在习近平身上 习近平在有着抗争的概念 但是他一条道走到黑 那后来就没了 我们讲故事啊 那刘鹤500万吨大豆 他在那么那么紧张的谈判下 那么身负重任的情况下 难道中国的农业部长 没有跟他交代过 什么叫500万吨大豆 肯定大家说过 要不然这数出不来 特别是他有个标志 就是他先说的是5亿吨 然后改口叫500万吨 他改的口 他改的口说明 他没有任何意识是错的 那现在大家说那是笑话 是口误 我觉得我觉得很大情况下 都是给都是 他是不可更改 他给现在的人作为一种标志 我一再跟大家讲 其实跟中共一条道 代表中共的人 你看到他的他的愚笨 他的出丑 他的这种不可更改 不可改变 不可理喻的这种数 这种做法 但他们做的时候 却质地有声认为非常对 做完之后明白的人知道 想这个想就像他这次告这个 告这个美国政府一样 这是两个宪政政体之间出现了直接的碰撞 在华为宣传 华为的首席 董事 华为的首席律师 直接痛斥 在讲 美国政府的立法 执法 跟这个 陪审团 三而合一 侵害了立法的独立性 侵害了法律的独立性的本身的时候 他就在直接指责习近平的 绝不能进行西方宪政 绝不能三权鼎立 就正好在指责习近平的做法 给中国的定调 是邪恶的 这是很有趣很有趣 你别看他那么大张旗鼓 他只算 他只算自己 他只算自己 所以在我眼睛里 已经有某种生命 可能是正的 我只能叫正的生命 正的生命 在故意 在现实环境中 在让中共举足轻重的人上 习近平 王沪宁 习近平 刘贺 任正非 王毅 再加上华为 他们的行为 让明白的人看到 这是非正常人的行为 在人的表面上 极端获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 他使尽一切 使尽一切 你看到他的 没有任何道德的约束 没有任何行为上的约束 只有利益上的约束 只要我能获得我自己的利益 我用尽所有手段 这里面没有任何 人不人 鬼不鬼 魔不魔 地狱不地狱 天堂不在 他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为中心 但是呢 他的这种 我为中心 又有着背后的内涵 让明 让跟他保持距离的人 比如说我们 跟我没有关系 让我们保持距离的人 看到 这是一个毫无 没有一丝丝 人之品质的生命 没有一丝丝 人之品质的生命 他只有一个 完全贪欲欲望的 一个追求的胜利者 战友者 那跟他相对应的就是川普 对吧 相对应的是川普 而川普震惊的做法 就是2月28号 突然离座而去 跟金正恩扯崩了 那跟金正恩扯崩了 到现在谁也没说清楚 他为什么跟金正恩扯 没人说清楚 他自己也没说 他就说 感觉起来买卖不好 买卖不好就不谈了 感觉起来买卖不好 买卖不好就不谈了 那他在哪儿感觉的不好 那个东西 美国国务卿也去了 他的主要的谈判官都去了 那作为这个金正恩的 自己的助手 也到了纽约去了 最后就是两个人一铺垫 怎么就一下谈崩了呢 我说的意思 川普在那一瞬间的决定 川普在那一瞬间的决定 他就认为是最正确的 还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 你非得让他讲理由 他一句话 我不舒服 这合同要这么签 我不舒服 他的感受的不舒服 就是他的 他的没有人的精英的这一面的理由 同样是 但他的结果却出现了 人们看到了他的 他的一种坚定 人们看到了他的一种原则 人们看到了他在面对包括 朝鲜就算共产党的吧 面对共产党的一切 他的拒绝 所以在我眼睛里 他同样是一种力量在控制着他 表现出来都是一种情感式的东西 表现出来都是 都不是人这边 本来他要 他很期待要跟金正恩签成吧 他不是不期待 他愿意签个东西 他不愿意签他把河内干嘛去 他之前在推特上那么高调干嘛 对吧 可是那一瞬间 在我们人的道理上 在一个生命道理上 我们看到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而与共产党相关的生命 都做出了 都做出了与他的利益貌似第一 但实际在生命角度上 是最丑陋 最曝光的真相的一种选择 那也正是因为川普的离去 起身而走 把习近平吓碎了 把习近平吓碎了 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在三月底不可能存在了 而不可能存在 谈不成的理由就是 中国方面绝不接受 中国方面只想让习近平 参加海湖庄园谈判时 就是签个字就完了 不让他 他不愿意跟习近平 面对面讨价还价 对不起 习近平不愿意跟川普 面对面讨价还价 说明什么问题 他自卑 习近平自卑 当习近平见到川普的时候 他无力抗争 第二 习近平知道自己做着 他代表的共产党的利益 是龌龊的利益 他知道这一份龌龊 他知道这一份是 是有备于人性 那他不敢跟川普之间去对垒 因为他惧怕的是川普 做人的真实 做人的真实 第三 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他事先不定好的话 他去面对面谈的话 他会遭到 他要背负着中共境内 所有势力对他的指责 他不想承担这份指责 所以从整体上 他没有能力 他没有能力去面对川普 而川普的这种要求 再次透显了 有着另外空间的一种力量 习近平不敢面对 就是出丑 那是出丑啊 对不对 那说明你现在共产党推行政策的一切 都是个体不负责任 而让党去党的表面去承担责任 而自己获得好处 都是极端邪恶的做法 所以你让我说呢 我个人感触呢 就是某种力量 某种善的力量 已经在人中产生力量 就是在控制着某种事情 在控制着他们 在个体的行为当中的 那种行为跟言语 在曝光于世 曝光于世 华尔街登了一篇文章 它是一个随时更新的文章 因为他的这篇文章呢 跟我刚才这个开头的时候差不多 它是一种把整个最近这点时间 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前后十天时间发生的事情 作为了一个一个总括 总括出来 中美贸易谈判面临全新的障碍 全新的障碍就是习近平的惧怕 习近平的惧怕 跟这个川普的真实的人性的表达 成为了激烈的 成为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中方不愿意在双方达 不愿意在双方达成协定之前 承诺首脑会峰会 而首脑峰会最开始 是习近平自己提出来的 对吧 所以只做签字一事 不至于崩盘 所以他没有能力控制不崩盘 这是习近平没有能力控制 也没有能力控制 也没有能力去面对真正的崩盘 所以这是习近平的自卑 金正恩的中断会谈 令中共担心 令中共担心 所以出现了这种局面 可能会面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如果习近平跟川普 在本月晚歇首在海湖庄园见面的话 所以这是大家知道 这个说法 等于是习近平曝光了 完全曝光了自己的弱点 既没有没能力面对失败 就是谈判破例 没能力抬身走开 没有能力去跟川普讨价还价 所以这个事要取消 这不就应对了 我刚才说那就完了 全完了 一位学者说 中国部长想习主席 这又不是国事访卫 您就这样去访美 还指望着川普不会让你难堪吗 这是英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就是他认为川普会给他难堪的 大使讲了一下 说也讲了 最后解决问题是他们两个人解决问题 这个我们都跟大家介绍过 所以它是一种汇总性的文章 而汇总性的文章 在总结出现在的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 峰会他就让人想到了WTO 当年WTO朱镕基跟克林顿之间 有过直接面对面的冲突 那朱镕基什么都没拿到 所以最后回来受到指责 谈判差点完蛋 习近平22号出访欧洲 就是法国跟意大利 那希望在这个时间里呢 顺道到这个海湖庄园 原来就这么说的 美国之音也 这个纽约时报也这么报了 那现在看呢 几乎不可能 对吧 几乎不可能 美国商会的讲说 市场波动很大 经济疲软 两国政府都面临的 希望达成协议的这种压力 但是呢 川普有着他非常独特的做法 川普有着他独特的做法 就是在那瞬间 你让我说 一种正的力量 在迫使他当时做决定 而这个决定 却对邪恶的力量来讲 是个打击巨大 朝鲜现在是这问题 那你看到就是美国又向朝鲜发出邀请 说我们还可以接着谈 我们还可以接着谈 但是很显然这一份邀请很有趣 当他说还可以接着谈的时候呢 那当初川普为什么 为什么不把整个谈判顺利的结束呢 当时午饭都准备好了 你就坐着一块吃顿饭 再再什么都不谈 你把这过程走完就完了 你就算是给金正恩留面了 对不对 那他当时为什么要给做成尴尬的样子 所以我我自己认为 川普同样受着某种力量的驱使 受着某种力量的驱使 造成他当时跟金正恩多待一分钟 他都受不了 而客观的结果却成为了他表现出正的力量 我我以为就是这个 那如果习近平不去见他 同样就是被这一份东西给吓坏了 那习近平自己也就把自己的底牌亮 完全亮了 习近平到美国完成 完成协议 可能在最后谈判是让美国获得优势 因为习近平面对压力 面对压力 然后讲说 他希望川普希望跟习近平见面 在无法敲定内容的达成协议下 他们愿意拿川普跟习近平个人达成 这个在他的 在这个川普上星期 川普在上星期六 上星期五 就是八号的时候 他也这么说 刘鹤贸贸易谈判结束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说的 他最后有些大的事情 我得跟习主席我们俩而敲定 包括一些小的事情 他一直是这个说法 而习近平不敢面对他 不就这么回事吗 那如果把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都已经交涉完了 往来一放 川普说了 我就要这个 你签吧 那习近平就怕他不签 就怕他签 又怕他不签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 他就是这么一个 在中共体制之下 他表现出一个极端不负责任 极端自卑的一种生命品质 在大陆人来讲 搁谁可能都会这么干 谁也不愿担责任 没错吧 所以川普的行为 促成了这一次贸易谈判 本身 就到这为止了 川普的做法 跟习近平生命的做法 和背后的力量 促成了整个在贸易 这一次的贸易战过程中 七个七对完了 结束了 后头另外一回事 在3月1号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了 看到那个金正恩的做法 是川普对金正恩做法 是已经跟大家说 那后来朋友提醒说 涛哥 他是7月7号开始的 2018年7月7号 正式开始贸易战 那就对了 对吧 建刘鹤 所以都 整个内阁都是说 要达成协议 要达成协议 但是呢 川普实际习近平不敢来 那川普 而且取消了这个上条关税 所以川普表达自己的善意 那上星期五 川普说了 如果不是个好协议 我不签 那大使也说了 最终的日期没有确定 缩小了双方差异 那都无所谓的 现在是这么讲吧 现在是习近平碎了 你这么看 就是习近平碎了 而川普要求 一定面对面的压住他 有这个词 起身离走 也是压住他 大使馆 美国驻华大使馆 感觉立场非常坚定 必须有重大进程 我们才召开峰会 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但我们的立场接近了 这都无所谓了 美国的贸易代表 直接讲说 川普不会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 所以这都是关键 那在这一点上 在28号 在3月1号开始 这个传出来 华为要状告 川普政府 所以这是走绝了 习近平只敢隔山 就不见面胡来 不敢面对面的承诺 因为他的承诺 已经一切都变成欺骗 在12月1号 他的承诺 就包括结构性改革 这是纳瓦罗 最反共的纳瓦罗 在第三天 就是阿根廷会议结束之后的 第二天 记者采访时 他明确讲 他说他没想到 习近平上来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讲 而且确实承认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而今天面对的问题 确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 就北京话玩花屁股 玩花屁股 玩花屁股就是骗人了开始 那我想在我眼睛里 就是习近平同样惧怕 川普会问他 哎爷们 当时在阿根廷的时候 你怎么说 你现在怎么这样 那川普会问得出来的 对吧 你现在怎么这样 你干嘛 大老爷们说话 酸素不酸素 抖什么鸡铃你 对不对 这个 跟你说 骗人的人 抖鸡铃的人 怕这个 国敏堂皇的人 最怕 你少跟我说那个 你别跟我念稿 我就问你当时你怎么说 你现在怎么整这个 你别跟我说什么形容词 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问你为什么 不就完了吗 老爷们你说句痛快话 你那么跟吃了什么 吃了棉花了 是 咬不下去 吐不出来 拉不下去的 特朗普他会这么做 习近平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 所以他就这样了 他这样的原因 有朋友说他 他这样的原因 他放不下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他太想自己成功了 放不下自己什么东西 放不下自己 放不下自己 人的生命 心里不健康 自卑的被伤害的生命 他要有机会做主了 他要做这人类的主 他放不下这 而他也知道 借助共产党要做人类的主的话 川普也不干 很多人都不干 所以他就得坚持下去 就我感觉是这么回事 那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某种正的力量 某种另外空间的正的力量 在帮助着 似乎在帮助着川普 在玩弄着共产党的一切 这些露脸的观 一切露脸的观 大概在 川普 没有 刘鹤说完500万吨大豆之后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现在看来 中共的观大观 大观是指 跟具体事件直接有影响的观 你看王岐山 王岐山现在连面都不露 有影响的观 只要他们露面 他们就会出城 当时我跟大家解释过 就是他出城都是 他认为做得很对的时候 他认为只能这么做的时候 他出城 所以根本不是他自己在把握自己 他自己在 他们的自己的做法 是完全向着非人类的那种价值观 纯粹利益的价值观在倾向 而倾向的时候 观看者会意识到 他生命中的邪恶 华为状告 美国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 他就讲这个法案了 华尔街日报讲 这一份诉讼代表 华为要奋起 叫奋起反击 在美国本土采取行动 华为请了美国社会中最著名的这些宪法律师 花了大价钱 请了他们 然后在美国本土美国法院去告了美国政府 你翻翻共产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你就知道 美国社会的伟大 美国政府是服务于人的 而不是管制人 领导人的 所以他的做法 这个做法 是极端邪恶的生命 用了他邪恶的价值观 在伤害着人 在利用着人的 正常社会的环境 达到自己的目的 却是呢 直接透显出中共政权的邪恶 是不是 高智盛 对吧 江天勇 你现在看的维权律师 有一个算一个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近现在 你还不明白 在人家华为的努力下 习近平努力下 你还不明白共产党邪恶的话 你看 我觉得就跟邪恶有点 有点基本被伤害很重 Williams在 在乔治大学法学中心的演讲说 优秀的谈判者的关键素质是 知道什么时候跨过中线 然后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同时包括转身离去 是 谈判者不是谈成 谈判者不是谈成买卖是成功 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丧失 那是成功的 那是成功 而且他讲没有任何去北京的计划 购买更多的什么农产品 无所谓了 中国以往执行协议不利的问题 所以呼吁制定一个执行机制 确保中共履行承诺 根据正在讨论的计划 如果出现争议的话 两国官员才开会决定 而贸易代表已经说 如果双方没有在这些会议上达成一致的话 美国强行征税 所以美国占有优势 美国占有优势 其实这里面大家要明白 每逢中共在历史上 要去跟敌对方签署协议的时候 是他被打死了 是他要逃命的时候才签署协议 才签署协议 所以他逃命的时候签署协议 是一种欺骗 美方采取这类行动 那中方至少在某种情况下不得报复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 中共担心国内舆论 谴责他们接受不平等条约 我怀疑他们在看我的节目 我真的怀疑他们在看我的节目 因为当时我跟大家解释了 他只要签署那个协议 他就是丧权鲁国 在中共体制之下 所以今天习近平没有任何出路 没有任何出路 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共产党 他抛弃了共产党 一切都解决 他不抛弃共产党 一定勒死 美国大使说 中共一直采取报复的手法 这种报复的手法 在持续的过程中 中美贸易代表的高级副总裁 Iron说任何机制都必须是可执行的 可持续的 可执行的 那不能让企业重新面对关税不断提高的局面 所以他必须是一个是一个完全OK的 另外一面就是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对美国人而言 他很难查证 太难了 太难了 然后这里提到中国制造2025 这个李克强根本就没谈提 没有提这个问题 李克强没提这个问题 是指在舆论宣传中自甘衰败 舆论宣传中他知道不能再提了 但并不代表计划本身的实施 这个你看一看他们对华为的维护 那是中国制造2025的真正的内在的心脏 内在的心脏 所以这篇文章它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随时更新的文章 随时更新的文章 那现在来讲是应该是更新刚刚完 它随时更新的文章 它在汇总的一个结果 就是中美贸易谈判出现的问题 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而不是之前人们讨论的一切 所以人的因素在其中取得了最惯 不叫人的因素 应该叫生命的因素在其中取得 占据的极其关键的位置 而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个人的品质 习近平个人的生命品质 自卑没有能力不敢面对 这个和他又很想达到自己自负的权力的那种称霸 交织在一起促成了今天的场面 促成了今天的场面 很具有 就是你在哪个角度看 你换一个角度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事情是非常清晰的 感谢朋友们请时照喝咖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